最新消息 航空机师罢工投票结果出炉 确认通过 日前机师工会指控长荣航空科扣成本 让人力流失 还违法聘用外籍飞行员导致安全事故频传 决定开启罢工投票 22号开票确认罢工 最快不排除春节期间发动 而长荣航空回应投票结果表示 将持续增进机师薪资待遇 也说明聘雇外籍机师的部分 一切依法执行 机师工会针对长荣航空的劳资争议 是否罢工 22号一早统一开票 结果出炉会员人数1398人 有900人同意罢工 取得合法罢工权 长荣分会这个部分 我们有85%的会员同意 那么在全体会员 我们也有得到65%的 这样一个同意的票数 这回罢工投票除了长荣航空 其他像是华航 新宇航空机师 甚至外籍机师都来投票 而罢工情回忆到机师工会 指控长荣航空拒绝合理调薪 飞行员薪资 从2011年开始 动涨超过10年 而去年公司也只做出 微幅调涨1.5%到2不等 造成国籍机师人力流失 近一程 但航空公司不但没改善 反而违法禁用 没有特定机型执照的 外籍飞行员 即便去年遭到开罚 还是继续违法招募 威胁旅客飞行安全 让工会发动罢工投票 包括劳动局也好 对于外籍机师 聘估部分的一个采法 反而还企图 要跟劳动局来做一个诉讼 投票通过 但机师工会还在等 长荣释出善意 盼双方能尽快达成共识 至于罢工行动 工会表示 最快不排除春节进行 罢工前24小时会做出预告 而长荣机师会员 飞往美国 加拿大和欧洲 比例高达7成 工会也提醒旅客 提前准备其他备案 记者林珠强台会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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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